再來我們來關心到公安意外 就在今天早上7點50分 河北的燕郊一家炸雞店發生了大爆漲 而且這個震度還有這個搖晃的程度 其實讓很多的民眾都是嚇了好大一跳 因為這個四層樓高的建築幾乎被移為平地 而且周邊包括是很多人的轎車 其實也都感受到震動 甚至有民眾汽車逃生 後來子序調查發現說 這個事故至少已經造成了兩人死亡 還有26個人受傷 官方初步判定說是燃氣爆炸 爆炸聲響後 右側建築冒出巨大火光和濃煙 13號上午7點50分 發生在河北燕郊的恐怖爆炸瞬間 被多輛行車記錄器拍下 嚇人的爆炸威力 讓各種雜物朝四周噴射 一名紅衣女子慌亂奔逃中 被從天而降的雜物砸中了頭部 倒地不起 一旁轎車乘客 則是被嚇到汽車逃生 這樓完了 樓都完了 樓垮的嗎 樓都塌了 樓都塌了 人爆了 這台的 還有我們買 發生爆炸的炸雞店 四層樓建築面目全非 對比事發前的照片可以明顯看到 屋頂 墻面幾乎都消失 和廢墟沒兩樣 樓上的話 三十一層 玻璃有被 那個精裂 特別大煙 特別濃郁 一次 距離爆炸這麼緊 現在 所有的道路都被警戒 家裡沒有水沒有電 炸雞店周邊 多棟建築 也慘遭波及 有整棟大樓玻璃破碎 另外街頭上 彷彿成了戰場 漫天煙城 多條道路 有數不清的私家車 計程車玻璃破碎 車體變形 被丟在大馬路上 多處冒出明火 四處都能看到奔逃的民眾 河北燕郊距離大陸首都北京 只有大概一小時車程 上班尖峰時刻 傳出爆炸事故 引發國際關注 官方初步調查判斷 爆炸原因是因為炸雞店 燃氣洩漏導致 當地多家燃氣公司 到現場檢查 官方緊急疏散 周邊500公尺居民 TVBS新聞張家寶 林敏珍 綜合報導 而在這一次的爆炸意外 發生之後 我們的TVBS北京特派記者 也直接趕到現場 來看看到底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而現在大家可以想像到 在當地的溫度 入夜之後就只有零度 但是這一次的爆炸 不只大家看到 整棟建築物被移為平地 炸成廢墟之外 周邊很多的建築物 包括窗戶 也都被炸爛了 所以說很多民眾 是乾脆用膠帶把窗戶貼起來 逼這個阻擋更多的冷風 灌進屋子裡頭 甚至有老奶奶想要借助親戚家 因為我們剛說到了入夜的河北 其實只有零度 警察攔住外送員河北 燕郊這條大馬路拉起封鎖線 停滿了消防車警車 因為一家炸雞電氣爆炸毀一整棟建築 方圓500公尺範圍都被封鎖 早上近8點7爆火 是被撲滅之後呢 還在門燒 到下午呢 還有農業不斷飄出來 而且我們在這個數公尺之外的社區 能夠聞到濃濃的刺鼻的燒焦尾 居民懷疑燃氣管線老舊致災 但是當地的燃氣公司稱 疑似是液化氣罐爆炸 附近的老社區被氣爆波及 多戶門窗被震落 有住戶用膠帶客難的圍住破口 整個社區到處窗戶玻璃碎滿地 老奶奶打電話求助親戚 她的家滿目窗衣 要群求暫時借住 狀況好一點的住戶 立刻找來工匠 丈量破掉的一整面落地窗 希望能夠盡快修閃 我現在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管制給物業呢 然後就是打了個電話 就是我們家是什麼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給鎖一下 是不是人家可能會給我們補償 或者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沒了黨方的窗戶玻璃 在河北現在入業之後 只有零度 這該如何居住 以及後續的修繕跟責任賠償 令居民感到相當無助 以上TV新聞主觀宏 陳永文在河北宴交的採訪報導 今天看世界 我們要帶來關注到 兩場在今年全球都非常重要的選舉 分別是俄羅斯跟美國 我們先來關心到俄羅斯 說到俄羅斯選舉 在這個星期五就要正式登場了 但是當中泛演一個非常重要 也讓大家討論非常多的話題 還是俄烏戰爭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烏克蘭 現在呢 包括針對俄羅斯境內的三個地方 主要是石油的基礎設施 基礎建設 還有煉油廠進行了攻擊 所以包括基礎西還有夏諾夫哥德羅 以及奧廉爾這三個地方 其實都進行了打擊 尤其這個地方夏諾夫哥羅德 距離烏克蘭的邊境 只有965公里 可以說是相當的近 但是其實烏克蘭是用什麼樣的手法呢 非常便宜 而且非常精準的打擊 用的呢就是無人機 時間點是在3月12號 他針對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 還有石油的基礎設施 來進行打擊 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他要切斷是前線的燃料供應 就是在戰事前線 很多的油品坦克等等 都需要用到油料 透過打擊石油的基礎建設 還有煉油廠 就可以讓整個資源的挹注 可以更少一點點連帶拖累了 也是拖慢了俄羅斯的進攻進度 還有就是毀掉莫斯科的出口產業 尤其石油本身就是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資源 而且這一次的打擊 的確非常精準 預計呢 這些煉油廠 這些石油的基礎建設 都必須要花上好幾個月 來進行搶修 不過現在以俄羅斯總統普欣來說 他現在全心全意的 就是要來衝國內的選舉 雖然大家都認為他穩操勝卷 我們先來看到 他其實也接受了 今日的俄羅斯專訪說 如果主權被威脅的話 已經準備好會動用核武 而且他們也認為說 其實現在都是持續的在備戰當中 甚至他也點名說 如果今天美國也是他們主要的敵人 進行核試驗的話 不排除自己也會進行核試驗 而且他很明顯的 也向西方的喊話 就說如果在今天歐美 向烏克蘭派兵的話 將會視為干預 什麼是干預呢 其實在這邊 他們以這個相關的原話來說 是不排除整個戰事 會進行到重大升級 是不是暗示說 有可能會動用核武呢 這可能還要時間來判斷 但是呢 普京自己也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他們認為不需要在烏克蘭 使用毀滅性的武器 意思呢 也就是不會對目前來說 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是不會對烏克蘭動用核武的 再來其實他也對西方 有非常多的回應 尤其西方不斷的就說 俄羅斯會來操控干涉美選 他其實也說 其實不會干涉 干預任何的選舉 而且會跟美選當選者來打交道 甚至他還打去說 現在美選是兩老再度對學 但其實在四年多前 也是當時川普 在美國總統的最後一個任期 最後一年的時候 他說了 其實川普在當任總統的最後一年 罵我說 你是不是喜歡拜登 他自己也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現在俄羅斯在星期五 馬上要進入美選了 但是異議人士 還是在俄羅斯境內 非常不受歡迎的話題 而且可以說是競技話題 似乎俄羅斯總統普京 也是不斷的在清洗異己 尤其反對派領袖 納瓦尼的親密好友 在立陶宛遭到襲襲 他也出明表示說 夢後的黑手就是普京 俄羅斯再過兩天 就要舉行總統大選 選前他們和中國大陸 伊朗在阿曼灣 進行聯合海上軍演 目的是為了共同維護海上安全 不過大選前夕 卻傳出反對派領袖 納瓦尼的前幕僚長 沃克夫在立陶宛遇襲 警方在他住家外拉起封鎖線 沃克夫是納瓦尼的密友 也是俄國知名反對派人士 他在立陶宛的住所外 被不明人士攻擊 造成他腳和臉部多處受傷流血 他現身指控攻擊的幕後黑手 就是普京 俄羅斯選前大局逮捕 異議人士 有多名藝術家也遭到逮捕 包括變性團體還有地下樂團的團員 還有一名南韓人 被指控向外國情報機構 洩露機密 遭逮捕 在海森威被拘留 不過根據韓媒報導 這名韓國人是一名傳教士 他在當地的任務 只是協助北韓脫北者 卻被扣上間諜罪名 TV變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就來關心 美選了 美選現在正式確定是梁老的對決 那梁老呢 當然是現任的總統 這個拜登 他現在呢 是獲得了喬治亞收初選獲勝 等於說他也過了1968張 黨代表的票的門檻 所以獲得了民主黨提名 而且接下來獲得共和黨提名的 不意外就是川普了 川普呢 在喬治亞等四周的初選獲勝 也過了1215張黨代表票的門檻 所以說在2024年的年底 在美選就可以看到是 川敗再度對決 而且是重演的態勢 等於說上一次有這樣子的局面 已經是70年前了 但是呢 在兩個人都拿到了初選門票 而且正式的進入到了 美選對決的階段 雙方大概在口舌之爭 還是搶先來上演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川普是怎麼說 川普當然也嗆了拜登 他說拜登是最爛的美國總統 而且呢 他說要做一些 使前所未見的事情 他也說了 包括是可能封掉邊境 甚至呢 增加關稅這樣的做法 會讓美國的經濟來到有史以來最好 但是呢 當然拜登也沒有這個示弱 反而也推出了說 選民到底是要站起來捍衛民主 還是讓其他人來摧毀他 甚至讓極端分子來剝奪自由 但是這個其他人跟極端分子 我們也把他彪簧了 很明顯就指的是 過去的總統川普 所以現在兩個人再度對決 當然話題度在今年絕對是非常高的 但是說到干涉美選 剛剛我們看到普京 他已經自傾鎖 他不會去干涉任何選舉 但是其實現在在美國境內 他們也很擔心一個工具 就是TikTok 像是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就說了 他們不排除中國呢 將會利用TikTok 也就是抖音 影響2024的美國總統選舉 甚至呢 在眾院也要表達 表決法案 說字節跳動 必須在半年之內 6個月之內出售TikTok 否則在任何的平台 包括是Apple 或是其他的iOS系統 其實都是不允許上架的 還有任何的 只要是App上的平台 可能都會被禁止 這是他們希望可以防堵 美選被國外的勢力來進行影響 但是其實現在說到美選 競選最重要的還是錢 之前我們說到 這個川普本身有募款危機 但是提名之後會不會好一點 當然還需要時間來觀察 倒是這個拜登 其實一旦確定選了 確定這個代表了民主黨初選 而且他在上週 國情資文遠說後24小時 也成功募款了1000萬美元 接下來他也會用這筆錢 來巡迴多個搖擺州 替自己來造勢 許多美國人不想看到的 一場總統大選確定成真 美國總統拜登和前總統川普 12號在提名初選 超級星期二第二輪 分別贏得喬治亞州 密西西比州和華盛頓州的 黨內初選 拜登累計獲得2099張黨代表票 跨過民主黨1968的提名門檻 川普則是拿下1228票 跨過共和黨1215的門檻 雙雙確定驚嚇獲黨正式提名 川普在社群上PO出影片 說沒時間慶祝 接著立刻把炮火對準他口中 美國史上最糟糕的總統拜登 我們會轉圈 我們會把寶寶寶寶寶 我們會關閉我們的環境 我們會做事情像 沒有人看過之前 我們會把我們國家的經濟 成為世界最好的 拜登則發表聲明 基調跟他國情資文也說雷同 強調美國自由和民主正面臨 南北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危險 要選民為國家未來做出選擇 我本身是基於主義的 美國的主義 而世界上看我們那樣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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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 川普看到一個不同的美國 美國的故事 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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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 那不是你 儘管拜登輕鬆贏得黨內初選 但調查他不當保留 政府機密文件議案的 前特別檢察官赫爾 同天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 為他不起訴拜登 以及拜登記憶力相關評估 遭兩黨議員圍剿四個多小時 宛如一場敗川在國會的代理人戰爭 特朗普 為什麼他這樣做 為什麼拜登在你的言論 會不會承認和承認 等級的材料 他知道法律 已經在辦公室了50年 你被承認了 我認識了 我認識了 會不會承認 特朗普 這是我的時間 赫爾指出 調查結果顯示 證據不足以定罪 因此不建議起訴拜登 雖然川普也有 類似的機密文件案 但拜川兩人 市政有重大差異 特別是拜登配合調查 歸還文件 川普則是拒絕歸還 長達好幾個月 並夥同他人銷毀證據 誤導調查人員 妨礙司法公正 共和黨批特檢調查報告雙標 而報告把拜登描述為 善意記性不佳的老人 心智能力下降 則被民主黨認為 是刻意對拜登製造政治傷害 高齡和認知能力 對81歲的拜登來說 是競選連任的致命商 現在他已經是美國史上 年紀最大的總統 如果順利做完第二任 他將高齡86歲 接下來八個月 他必須向選民證明 他身心都試任 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根據雅虎新聞 YouGov最新民調 儘管專家 對拜登上週 國情諮文演說 大多給予好評 認為多少緩解外界 對他年齡和活力的擔憂 但選民似乎無感 民調數字零變化 國情諮文前 拜登以44%的支持度 對川普的45% 演說後 兩人依然是五五波 44%對上46% 差距在民調誤差範圍內 接下來兩位準提名人的總統路 恐怕都不好走 兩黨選民對拜登 處理移民和通膨都不滿 民主黨內革新派 更對他不阻止 加薩戰火憤怒 而川普則是面臨 91項重罪指控 他的政策計劃 以及跟一些獨裁者 越走越近 包括上週 私下會匈牙利總理奧班 都遭到質疑 提升文綜合報導 不過也讓人非常好奇說 如果新的美國總統 最後的結果 不論是誰勝出 會怎麼樣來處理 以哈衝突呢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以哈衝突在中東地區 似乎也開始逐漸的向外擴散 尤其我們要先來觀笑 以色列跟黎巴嫩 現在是從2006年以來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黨 雙方來說 可是最激烈衝突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到 以色列的戰績 是連續兩天襲擊了黎巴嫩 這個地方叫做 貝卡古當中的真主黨設施 也造成了兩名成員死亡 除了這是18年來 最激烈的衝突之外 這也讓人很擔心說 整個中東彈火 有沒有可能多點開花 不只在加薩 甚至以黎之街 其實也出現了一個對抗 或是明顯衝突的態勢 尤其當中的地點貝卡古 本身其實過去我們講說 以黎本來就有些零星的衝突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 兩國的邊境交界地帶 但是這一次貝卡古 可以說是在黎巴嫩東部地區 其實有一點點內陸了 這也代表說 雙方的衝突升級 從地理位置上 也可以來做討論 但是我們從10月份 去年10月份以來 黎巴嫩已經有超過200名真主黨 還有50位的平民因此死亡 另外以色列也有數十名的 以色列軍隊 還有平民因而死亡 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剛剛也提到了 是以哈衝突 到底有沒有機會降溫 甚至暫時停火呢 現在有很多的國家 都在當中居中斡旋 阿拉伯衛星電視台的報告 報導就說了 他們引述了哈馬斯的高級官員的資料 說哈馬斯其實已經接受了 美國修改過的停火協議 而且接下來未來幾天 代表團就要到開羅去 來討論最後的細節 但是當中目前已經流出來的 一些停火的條件有哪些呢 包括是有6週的戰時停火 還有哈馬斯會釋放40名的以色列人質 而以色列這邊會釋放400名的巴勒斯坦人 而且當中還有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就是加薩地區的人道危機 要趕快來解決 希望以色列可以允許更多的人道援助 進入到加薩 希望可以改善目前加薩的情況 但是另外一個場面 我們要來看到是巴西出現了警匪對折的局面 原來是在巴西里約熱內如是的一個車站 在星期二下午 原明男子逐街闖進裡頭 而且還開槍造成了兩人受傷 接著就挾車了一輛巴士 上面總共有17名人質跟警方展開對峙 特種警察壓著鞋池犯將人帶上警車 獲救的巴士人質則是一臉蒼白 看起來驚魂未定 有很多小孩都失望 家庭都在旅行旅行 還有工作人員也在旅行旅行旅行 之發生在巴西里約熱內如是車站 週二下午兩點左右 嫌犯拿槍在車站大廳先開槍打傷兩人 接著挾持了一輛洲際巴士 並且將巴士上17名乘客扣作人質 大批警方立刻封鎖整座車站 並出動特種警察部隊 氣氛相當緊張 幸好在與警方對峙三小時後 嫌犯棄槍自首 17名人質全都平安獲救 至於兩名被開槍的民眾 一人胸腹部重彈送一急救 另一人則是在車站醫務室接受治療 目前觸不瞭解 嫌犯年約30歲 有搶劫前科 開槍原因還要調查 車站則因為這起挾持事件 暫停盈獄一天 TVN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的波音公司 油槍的飛機這幾年 不斷的出現了非安瑕疵 也讓人家好奇說 到底這間公司怎麼了 螺絲是不是鬆冷呢 而在這一次喔 今年1月份發生的737MAX的客艙 艙門掉落事件 現在官方嚴格在調查他們 偏偏就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 其實曾多次出來爆料 擔任檢舉這個波音飛安問題的 吹哨者卻無預警的 沉屍在停車場裡頭 一次是舉槍刺激 這個時間點這麼敏感 有沒有什麼背後的因素呢 也引發外界的好奇 機槍內一片混亂 頭頂上方的天花板裂開 露出內部線路 而這竟然是被乘客撞擊導致 目擊乘客回想這一切 彷彿電影情節般誇張 事件發生在本週一 一架南美航空波音787客機 從雪梨飛往奧克蘭途中 突然急速下墜 造成機上至少50人受傷 其中包括孩童 有乘客說 他第一時間找機長尋問 得到這樣的答案 我突然間接觸到他們 然後問問 那是什麼 然後他公開承諾 他說 我失去飛機 而我的測量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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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飛機 然後飛機 測量 測量 然後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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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個衝擊 很多人都會傷害 南美航空发出声明 表示这架班机在飞行途中 发生技术问题导致强烈移动 但没有进行详细说明 波音近期频频出包 4号晚间联合航空从德州起飞的 一架波音737 900克机 发动机起火被迫返航 7号也是联合航空 一架波音777 200克机 起飞时一个轮子掉落 直接砸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员工停车场 造成多辆汽车受损 本周一架波音777 300克机 从雪梨起飞两小时后 周英维护问题紧急返航 统计过去7天内 联合航空拜波音所赐 已经出包5次 虽然这些故障意外彼此没有关联 但波音公司正面临官方的严格调查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表示 刚完成对波音737生产线的检验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波音在89项评管审核中 有33项没有通过 不只是约翰线的问题 有些时候是计划 有些时候是工程管理 似乎是工程管理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能够有办法的工程 所以你能够有正确的工程 你能够留下来 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MAX客机发生舱门掉落事件 美国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 FAA也已经要求波音公司必须在5月之前制定一下计划来解决审查中发现的问题 虽然波音口口声声说配合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上周在国会山庄 抨击波音公司至今没有提供这架客机关键螺栓遗漏的记录 波音称这项记录并不存在 2024年才进入第三个月 对波音来说实在不太顺遂 偏偏在这时传出波音前员工62岁的约翰巴奈特离奇死亡 他9号被发现城市饭店停车场死因还在调查中 根据CNN报道警方目前判定他是举枪自尽 他是检举多箱波音非安问题的吹哨人 当天原本要出庭作证 同时还有其他案件都在审理当中 但波音对他的指控全盘否认 意外评传不但让波音信誉再度重挫 逐一扶上台面的非安瑕疵 最终更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要面对焦头烂额的事故调查 还有生意上的压力 波音上个月只缴出交机27架的成绩 远远落后对手空中巴士的49架 让波音股价12号重挫4%跌至5个月来新低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印第安全网球赛大爆冷门球王乔帅今天输给世界第132名 美国印第安全网球公开赛大爆冷门 捷克级非种子选手莱克茨卡以两盘6比4 打败11号总子希腊籍好手西西帕斯 更令人铁破眼镜的是连世界球王巧克围棋 也在32强止步 意大利小将纳尔迪从会外赛幸运地步 没想到对上的是心中偶像 纳尔迪在击球前犹豫了一下 让乔帅以为这份不算上前理论 纳尔迪最后以一记S球 以6比4 3比6 6比3晋级16强 世界排名123的纳尔迪也创下记录 成为打败乔帅的选手中 排名最低的选手 乔克维棋早早被淘汰 大喊不习惯 其实他最近的9场败仗 有5场都输给意大利球员 反观四号种子 俄罗斯好手梅迪维夫 则是克服了自己的魔咒 终于击败两度输球的对手 美国22岁小将柯达 以6比4 5比7 6比3 晋级16强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刚宣布结婚喜讯的大股祥评 手感震热也敲出了全类的 比赛第一局就敲出右外野安打 到其队球星大股祥评 对上巨人队热身 不只安打连连还敲出昏厚 手支全雷打 六局下大股祥评 意识将这个内角低球打成 左外野两分炮 全场四打数三安打 两分打点将打击率提升到 5成79的夸张数字 大股表现优异 不过各界还是好奇 他老婆的真实身份 传出已有日本电视台 寄出价格战 喊出只要能邀大股妻子上节目 电视台员工就能获得 100万日元的高额奖金 镜头另一边 教师队打笔修有的春讯 也很出色 他也确定将在MLB 与南韩首尔的海外开幕战 扛下先发 同样会现身 南韩高尺巨蛋的 还有道琪队山本游身 不过他因为是第二场先发 无缘队上打笔 但打笔修有将有望 首次与蓝色大股对决 球迷们都很期待 片新闻纵火导 想看大巨蛋的中信兄弟 开幕战吗 口袋可能要深一点点 因为最贵的尊爵席 来到了3580块 中华职棒所有球团的 啦啦队们接二连三 公布新战力新成员 毕竟作为应援区的重要角色 要让球迷的观赛体验加分 票价势必也会有所调整 中信兄弟在台北大巨蛋的 开幕战票价出炉了 除了应援区的1880元之外 还多了VIP席3580元 可是以最高票价来说 是比卫拳龙还贵了将近2000元 如果有喜欢的队伍 是可以接受 VIP有3580 可能对棒球迷来讲 应该还OK吧 比一比两队的开幕战票价 内野热区都是1680元到1880元 但外野席就略有不同 卫拳龙外野席全票500元 中信兄弟则是680块钱 毕竟大巨蛋的场地 营运费也不是小数目 对球迷来说 避免风吹日晒雨淋也会提升官赛 体验的感受 种种考量可能就反映在票价上 但现在市场上也传出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不重量有意愿要拿下台北大巨蛋 BOT案全力转让 持股五成 规划作为中信旗下球队的主场 甚至传出软银正大捕风 各出20% 就连亚洲天王周杰伦也有意入股 百分之一 未来我想我们还是会朝着我们自己自己 然后目前我们既然是BOT的旅约厂商 就按照契约里面把大巨蛋经营好 不过反观桃圆棒球场却无法赶上中华职棒的开季 因为球场内部相关工程还在进行 经过勘查确定无法在三月底使用 这一季前六场都将北漂比赛 也是球队十四年来首次开幕战不在自家球场 TVBX中英文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大家应该对这几个数字非常的耳熟 就是0094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这样子的热潮呢 但也衍生了不少乱象 像这里有人卖房抵押 甚至呢也有人解除定存 就是为了要买这一款ETF 近期最夯的话题 元大台湾价值高型ETF00940 可以买吗 掀起了一波的申购潮 甚至还传出有名咒 甚至解定存也要来买 还传出有券商的机器被搞到党籍 一张只要一万 还没上市就先轰动 还有银行员说这根本是00940之乱 他提到在乡下银行上班 因为这档ETF一坨人冲进来汇款 还有不懂的阿姨也拿定存 说要解掉一百万 或是拿房子权状来借款 也有年轻人问提款卡为何只能转三万 买了十张怎么办 让行员傻眼一天会破千万超崩溃 刚开始申购 价格上来说一定比现在的一些 同样相当会的ETF来说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可以去买 网上他比较多讨论 是不是要跟O-in 很多人都要不要O-in他 有顾名分享 看到网路上和朋友讨论热烈 而吸金力太大 银行因为解定存 导致资金水位下降 也得跟同业调度资金 隔夜拆款利率 11号冲上0.7% 12月7号以来新高 要是把季节吸引的因素排除 则是15年来相对高点 而现在也传出有部分银行 预计未来会开始抢推高利定存来应战 原大投信罕见声明 强调募资无上限 但投资人要注意风险承受的能力 而ETF过热 金管会也严拟出手要制定规范 以免投资人车速过快 反而被当韭菜 特别新闻上张慧仙台报道 今天聊国际呢 我们来聚焦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也面临到了一个 就是老龄化高龄化的问题 当然希望把很多的乐龄族 都可以留在职场上面 所以现在他们拍板要延长退休年龄 以2022年7月1号的数字来说好了 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3岁 预计到了2030年前要延长到65岁 还有重新聘雇的年龄 在2022的时候是68岁 未来也会延长到70岁 就是希望把这些 还有工作能力的乐龄族 可以留在职场上头 而新加坡的人力部就说了 其实以现在的状况 你已经可以发现到 在职场上有很多的高龄员工 新加坡就说了 这个高龄员工的职业率是持续的在上升当中 以55岁到64岁 还在职的比例 从2018年到2023年来相比的话 即2023年已经来到了7成左右了 还有65岁到69岁还在职场上头的 其实这个数字也是往上增加 2018年是43.8% 但是到了2023年 其实已经增加了5个百分点 所以说如何善用这些乐龄族群的工作能力 也变成各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到 其实这还真的不是只有新加坡的问题而已 老年化高龄化从日本这个风潮 一路的吹到了东南亚各国 日本身为一个比较走在前面的国家 也要警告这个东南亚各国 要特别注意到这样的状况 因为从东南亚劳动力的人口比率来看 在2023年的时候就会达到68% 这是一个高峰 之后就要开始逐渐下降 所以等于说当这个人口红利慢慢减少之后 经济发展就非常难推动了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整体比例来说 2019年会超过7个百分点达到高龄化 2043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来到了接近翻倍左右 也就是说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 所以日本呢也特别提醒 同时他们也来关注自己国内的状况 因为当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缺乏劳动力之后 这些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日本市场 所以等于说对日本也是有影响的 像是日本非常仰赖东南亚提供的劳动力 在2023年10月份的外籍劳工人数 是首度超越了200万 当中主要来的就是越南还有菲律宾 越南来到了52万 菲律宾是23万 如果真的这一些东南亚国家 因为国内的高龄化老龄化 无法向外的输出劳力的话 像日本这种国家就会备受冲击 而日本综合研究所也就说了 在应对长照的保险制度等 东南亚相对落后 所以说在政府家庭面临到的负担 恐怕会迅速增加 因为他们的公共养老金的覆盖率 其实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说这样高龄化老龄化 其实虽然可以衍生出新的商机 但是更要担心的是经济衰退的问题 甚至这不只是单一国家的问题 可能全球的经济也都会备受影响 再来看完高龄化族群 我们再来看到童工 其实童工在很多地方也都是非常严重 尤其在亚马逊雨林里头 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一种超级食物 叫做巴西梅 现在也被爆出说 雇用童工来采集这些超级食库 也引发了争议 清晨天还没亮 巴西北方法赞丁哈村的河港边 马达小船载着一批早班员工出发 前往亚马逊雨林 13岁的卢卡斯可能会缺客 但赚钱的早班工作他不会缺席 他与哥哥一起打工两年了 七个兄弟姐妹将来想要都能上学 只靠爸妈赚钱绝不够 他们只带着砍刀防水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 抵达巴西最北方的马拉霍群岛 阿萨伊树的果实又呈巴西梅 富含大量花青素 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甲钙 现在是畅销全球价格不菲的超级食物 顾名寺一百分之九十的巴西梅产地 就在这巴西与林深处 2012年后的十年间 巴西梅出口量爆增210倍 也造就了卢卡斯所参与的这个同工市场 2022年巴西梅果出口总值2600万美元 卢卡斯徒手爬超过五层楼高的树去摘果子 财统只赚2.5元美金 薪水不到成本的千万分之一 从树上叠下来的几率并不低 还有丛林中的虫歇与野兽处处是危险 巴西梅每年出口总量达8000顿 可说客客都是血汗果实 但爬高彩果是这附近村落 百年来代代相传的谋生技术 社区领导者认为 需要有资源帮助孩子能留在学校 而不去做这么危险的兼职 同工们面临伤残与死亡的风险全无保险 只是中小学的孩子有些连基本读写都不会 活着就要努力赚钱 检察官也开始追查幕后非法雇用同工的组织 并试着教育这些同工 面对雇主时劳方可以有哪些权利 巴西与英国多所大学的研究者们 则急着教育大众 保护亚马逊与林的急迫与必要 为了非法的农肯与畜牧活动 亚马逊林木被大量违法砍伐和焚烧 加上去年圣鹰现象造成巴西大汗 科学家们说 人类正在把地球之肺逼着走向崩溃 烧林木种黄豆饲养肉牛 这些活动早已让亚马逊丛林的排碳总量 超过锡碳量 最新一期自然期刊刊登这项研究结果 10%的亚马逊与林 可能在2050年时变为草原 另外47%的与林则进入草原化过程 2023年圣鹰现象开始 巴西大汉更加快了亚马逊与林消失的脚步 这横跨巴国的密林曾经有超过16000种数种 它的崩溃也等于全球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天然基因库遭到摧毁 全球20%的淡水储存量也将不保 树木消失威胁人类存亡 但太多人类拒绝去面对这件事 从巴西美果到雨林沃土 这些自然资源原本是人类向地球借用 但现已变成肆无忌惮的抢夺 其实也是预知下一代人类的生存机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走进都市里头 你也可以发现到居大不易 我们就来盘点全球物价最高的城市 尤其是新加坡 连续两年拿下冠军 新加坡其实已经是这个榜上的常见的国家 过去11年来说已经9度夺冠了 他们当中主要的开销还是在生活开销上 像是买汽车必须要用车证 其实价格是明显偏高的 再加上它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很多的富豪都在这边 当然也推高了这个生活开销 还有共同列为冠军的是瑞士的苏黎世 他的生活开销跟欧洲其他的国家 相比起来几乎是两倍之多 还有瑞士日内瓦还有美国的纽约 则是共同名列第三 尤其瑞士日内瓦 他的税收是明显偏高 当然也反映在了他们日常的支出上头 还有美国不用说了 其实一定是非常贵的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全球现在面临到的危机 还是通膨状况 各国都很希望可以避免资产缩水 而包括台湾 包括新加坡 现在兴起了买房热筹 脑公司担任软体测试主管 28岁的Shamila 去年花费约薪台币3300万 买进新加坡市中心 一访一厅的公寓 不过光头期款就得先付826万 去年2月新加坡调高 首购族津贴 组屋最高补贴新台币439万 导致公布应求 越来越多年轻人转为购买私人住宅 新加坡地产公司 针对3.7万名购屋族进行调查 发现私宅买家年龄中位数 从2015年的45岁 降到去年的39岁 其中26岁至35岁的购屋族占比 更从2015年私宅总销量的9% 暴冲至去年的35% 虽然说新加坡的私宅的中位数 高达台币3800到4000万 但是因为新加坡的平均薪资呢 高达台币15万元左右 他们的薪资来购买私宅的话 其实大概是等同台湾人 购买1400万左右的一个房子 台湾买房痛苦指数远高于新加坡 不过在新清安贷款助攻下 近身有壳蝸牛的年轻人 比例也越来越高 联征中心统计 去年第四季 25到30岁 30到35岁 买房的比例双双增加 20到25岁 虽然只有2253件 但继增率也高达28% 新清安贷款因为它的利率加码的关系 再加上它把这个贷款期限 从30年拉长到40年 所以让很多年轻人 涌入房市去买房 全球通膨 一时半刻还难以降温 台湾和新加坡年轻人 都想买房保持一元成家梦 TVBS新闻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